张刚是中国经济局这百个研究所联络室主任 我认识大约将近40年 他最近和去年和最几年对中国的经济有一些研究 现在我们请张刚先生演讲 这个企举会开的指标都非常高 刚才几位发言我都特别人听了 关于台海局势吧 吴平和怡平先生讲的对我留下了很深的影响 我非常赞同怡平先生和Anderson的关联 但是我对台湾问题没有研究 因为我在离着澳门离大陆比较近 所以一直关注着大陆的情况 这个谈经济问题的话 一般来讲都是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从经济体制来看 一个从数据看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而不是看大家光说没有动 那么经济体制的分析就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二分钟是不可能讲完的 所以我今天呢我只是这个从数据 拿出数据来展示一下 中国经济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里头的话呢我除了个别的数据中的是 一些个教授的 其他的我全部以官方数据 大家都知道这官方数据 只能有水分往高的走 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看看中国经济 现在到今年7月20号位置 我们的中国经济情况是怎么样 下面我就讲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据啊 因为去年受疫情影响 基数比较低 所以我们上半年的GDP呢 同比增长了5.5 二季度呢 同比增长了6.3 但是我们要看环比的二季度 是增长了0.8 所以比一季度的环比增长2.2 很明显的回落 所以的话呢 中国这个我们还有几个重要的指标 就是从宏观环境看啊 第一个就是中国紫片指数 也就是从中国一月份开始 一路下滑 到六月份之后 同比已经到了0% 事实上呢 已经进入到了通缩状态 如果我们看环比的话 从二月份开始逐月下降 从社会零售销售额的 总统来看 从四月份的最高点 18.4% 开始同比增速迅速下降 六月份的同比增速 已经降低到3.1 那么从制造业的采购经济指数 PMI来看 去年也是由于去年的疫情的反弹 所以一季度的制造业呢 处于短暂的扩张状态 但是二季度全部处于收缩 订单急剧下降 企业人数裁减 官方公布了 今年6月 这个16岁到24岁的失业率是21.3 但北大教授呢 在这个公布了之后 他的文章就计算说 中国到今年3月份 中国青年的失业率 最大值已经到了46.5 远高于官方公布的19.7 然后我们再看另一个宏观的 非常重要的指数 就是这个工业生产者出厂下 PTI看 4月份同比加速下降 到了6月份下降了同比速度 甚至达到了负的5.4 这是7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那个 我前些日的回到国内 国内一些制造业者跟我说 这是制造业的治安时刻 看不到明天 那么去年呢 因为受疫情影响呢 全年的GDP是 总量是121万亿 所以在基本没有受 今年是没有 基本没受疫情影响 情况下 上半年 还没到去年的一半 要按正常国际计算 今年要想实现 5%的目标 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要以去年的 为什么要和去年持平吧 下半年起码需要增长 63万亿 但是要实现5%的增长 目标 就要达到68万亿 所以要以上半年增长 16% 所以按照目前的这种状态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所以问题出在哪呢 我认为根本问题出在 中国经济 专失了增长的动力 我们来看看 一般的调节动力 有很多的要素 我们先看汇率 和货币发行 人民币呢 对美元的汇率 今年上半年 平均汇率下跌了 6.13% 如果以美元计算的话 上半年我国的这个 中国的GDP为8.56万亿美元 同比下降了1200亿美元 但上半年的货币呢 是继续超发 到23年6月末 M2的余数额 已经达到了 287.3万亿美元 增加了30万亿 但是今天上半年 M2增加了21万亿呢 可是只带来了 3万亿的GDP增长 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什么 货币政策 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已经示威了 我们再看一个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企业融资 2003年上半年 企业融资总量 国企央企是1483亿 民企是224亿 国企呢 央企占了百亿大器 是从2018年以来 最低的 所以这这么多年 那么同样我们看看 香港这个抽口 它的指标也很有意思 香港的联交组 国内是经常通过IPO上市 来达到融资规模 我这里的数字呢 就不计绿协部分 所谓绿协就是说 首发超额 可以送钱 老黑收钱 2020年香港是146个海条 但是总融资规模是3960亿 到2021年的话呢 146变成97个海条 融资规模 少了600多亿 变成3313亿 到2022年 又上市的呢 只有90个海条 融资规模呢 一下就掉到了1046亿 今年上半年到7月18号时 只有39个IPO 融资总融资规模 才205亿 所以融资这个角度 企业融资 我们可以了解到 中国经济的 企业的现况 那么作为一个支柱产业 房地产案 我们上半年的商品房的 销售额和销售面积 这两个数字 分别是6.31万余 5.95亿平方 同比增速呢 从5月份的 这个销售额8.4 和这个销售面积的 负的0.9 进一步恶化到1.1 和负的5.3 二地产 二季度的房地产GPT的 同比下跌了 1.2 对1.2 政府呢 施打各类基础 你们大家从网络 都解决不了 净乎绝望的提软 作为经济拉动的一个 中国经济拉动的一个 更重要的这个 拉力之一啊 同比减少了2.83万余 是2016年以来 同期最低水平 上半年 民间投资 是12.8万余 同比下降了0.2 所以 从这个数字里头看到了 民企刚才大家也讲到了 民企现在是不投 不在 基本躺平 也就是 这种萎缩就意味着 民企的活力就不在 也成为中国就业的最大提升 我们看一个经济拉动的 另一个 马车之一 进出口 这个出口是作为中国拉动 出口 这个拉动性吗 作为这个中国经济的 主要驱动力之一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下降 上半年仍然延续去年的下降趋势 海关中暑 数据 以美元计 六月份 中国出口同比下降了 12.4% 降幅较五月份 负的6.8 扩大 进口呢 同比下降了6.8 季节长等后 六月份出口 较五月份下降了3.3 连续三个月 环比的负增长 那么以美元计的话呢 今年的1月到6月 中国对欧洲 欧盟 美国 日本 韩国 加拿大 西西兰的出口同比增足 均是负数 分别是负6.6 负17.9 负4.7 负4.6 负19.3 负13.8 对东南亚国家联盟出口 同比增长了1.5 但是对越南 印尼 菲律宾的出口增速 全时速增长 只有对新加坡 非洲 俄罗斯的出口增长 维持正常 维持正常 六月份的话呢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同比下降了 2.3 对欧盟出口同比下降了 12.9% 对日本出口同比下降了 15.6 对东盟出口同比下降了 16.9 对拉美出口同比下降了 10.8 只有对俄罗斯 能实现了百分之 对呀 90.9%的 正不正常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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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看 因为现在大家都说要自己消费 只有解决消费拿拢才能解决问题 那么我看看中国现在的消费状况是什么呀 上半年呢 中國全國機民人運消費實際支出增長了7.6 社會消費的零售總和實現了22.76萬億 同比增長了8.8 為例年同期新高 為什麼出現新高呢? 主要是因為交通、參與、購物、旅遊 這些都是在疫情期間嚴格受到限制的剛性需求消費的歸途 但是6月份社會僅僅零售總和同比增長僅有3.1% 5月和6月當月的社會消費時 零售總和環體分別只增長了0.42、0.23 而4月份是0.49也出現了遞減趨勢 所以今後的路徑 我們這個經濟增長也已經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 投資、工業、匯率、發行貨幣、出投都到0了 今後只能靠小北拉動 但是目前的工商業在數量上幾乎沒有發展空間 所以怎麼能刺激消費拉動 就看政府怎麼應對 那麼除了這個企業的話 我們再看看政府的債務 大家都知道政府的債務現在不太了 根據相關數據統計 中國整體的負債率已經高達650萬億人民幣 其中央國企負債僅2萬億 民企負債60萬億 居民負債200萬億 城投65萬億 地方債、政府債35萬億 中央利己的負債也是100萬億 所以總負債金額現在是650萬億 而我們去年GDP僅為121萬億 財政收入只有20萬億出頭 所以單靠目前的經濟發展 已經不可能還行所有的債務 所有的債務 所以我在這裡只是僅僅談到了官方數據 對這個深層的經濟體質原因吧 沒有做展開分析 但是就這些官方數據而言 中國的經濟現狀 其下行的速率 確實讓人感到觸不驚心 我挪斂了現在的數據之後 我總的一個概念來講 就是說 總體來講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 5%以下的低速增長軌道 在一段時間內 將成長期的軌軟道態 這就是我對中國經濟現狀的 通過數據描述中國經濟的現狀 我就講這麼多